明人书房在厨房 真的没有听错 看我们今天的背景就知道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会觉得 这是明人书房有史以来最有滋味的一集 这位作者的书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除了喜欢他的文字 而且会让我看得肚子很饿 胃口大开 还可以趁机学会好几道家常菜 欢迎韩良益 千玲好 大家好 其实为什么这么多欢呼声 因为你的书太受欢迎了 刚刚已经很多人开始在讨论你的食谱了 就像我讲的 看良益的书会有多重体验 又可以欣赏优美的文字 可以跟着你去旅游世界 还可以跟着你胃口大开 甚至学做菜 可是我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 这个是良益最新的书 家常好日子 据说还要扬名到法兰克福书展去 对不对 对啊 很幸运不晓 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就被选入了 今年参加2022年法兰克福书展 台湾的展馆的选书之一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选的人有品味 是你吗 因为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 但是我也发现了 其实在家常好日子之前 你也有几本书跟日常 家常有关的书名 最好不过日常 这几年你新进出版的书 我发现都很强调 家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 我想可能是因为人到中年了 你就会有点感受到所谓哀乐中年的这四个字 更重要一点是因为我这几年其实历经了人生的比较强大的这个离散的滋味 怎么说呢 从我母亲在比较早之前2003年萨尔斯那年母亲过世之后 然后2012年我的父亲过世 然后最无法预料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 我的大姐韩良璐过世 那从我妈妈过世那一刻开始 我记得在萨尔斯那一年 我就觉得萨尔斯之间 那时候我当然比现在还年轻很多 可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无可避免的告别了彼得班 青春青年时代 好像我一夕之间就变成了中年人 那种感触虽然你外表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那时候也是感觉到 因为我妈妈走的也是比较我们没有预期到 所以有一点非常强烈的无常感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一直到我姐过世之前 我们这有就是十几年的时光 我跟我姐姐其实常常在讨论 我们一直对于无常是有感受的 可这个感受是一回事 跟你真正的面对那个人生的无常的时候 你如何要自处呢 如何面对我们这个 我们无法预测的宇宙世界 甚至我们身边的这些生离死别 那可是因为我一直都是比较 我这样讲 我觉得我比较正面思考的一个人 那我就体会到说 可是尤其是我姐姐过世之后 我发现说不管是我姐姐过世之间 我每一天走去医院的路上 看她的就是住院中的 她每天都去嘛 然后你就看到那时候 就是开始春暖花开 你看到我知道我最心爱的人之一 即将离世了 可是春天的花一样盛开 你知道落阴缤纷或什么 你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一直在运行的 而这个我们所拥有的其实 春天它永远会来 然后它也会走掉 可是夏天就来了 然后你知道有些万物这个生生不息 四食一直都是在那边运作的 就发现说那这些东西都是如此的可贵 它一直不会辜负你 它一直会回来 我们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一个微小 渺小不足道的人 我其实就要珍惜我眼前拥有的这一切 而我拥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日常 就是家常 所以从就是有一点点是慢慢慢慢的 我就发现说原来日常生活这么美好 说到你时尚 家常菜最吃不腻 你到头来 我扯个题外话 我曾经译过一本书 书上是访问了世界 尤其是欧美的很多的名厨 就是米其林啊 或者什么那种星级餐厅的名厨 常常问他们说如果人生在世 你知道你明天要走 你只剩最后一顿晚餐 你会要吃什么 我们从他回答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就看到也是很多的人 不是每一位 有非常多位都会讲到 他家里的 外婆的 妈妈的 爸爸的 或他家族的菜 即便他已经是米其林的 米其林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也是因为我跟我姐姐在她临终之前那一个月 我们聊了很多人生的无常 跟把握时光 把握日子 所以不光是欧妮刚刚提到这几本书 其实我从比较早之前 我姐姐过世之后那一年 那一年我写的那本书叫《餐桌上的四季》 我就已经提到了这个日常跟家常 甚至连我在之后 我出一本旅游的书叫《福山半日》里斯本 我自己都是有一点点是不自觉的 可能因为我关注的就是日常 所以后来我有媒体的朋友跟我讲说 他很少看到一本旅游书讲是居游 就半居半游 可是当中我所试图描绘 试图去体会的都是在异地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样貌跟场景 我尝试在一个地方抓到别人的日常改静 我自己能感受到日常改静 那所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我在可以说是2015年以来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七年时间慢慢慢慢慢慢 我就变成一个家常作家 在那闲日常生活 可是写得很动人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写得很亲近我们的生活 因为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实际在过着的日子 而且我觉得良意的书会特别很引发我的喜好的原因 就是你刚刚讲的 你不管是在台湾 在远方 其实两件事对你很重要 在你的日常里 下厨 逛市场 对 就像这一本被你讲的 我好想去葡萄牙 好想去看看这个李斯本的市场 我们还想知道走厨房 我们先走厨房间先看逛市场好了 你逛过这么多全世界的市场 我们还想知道你这么专业的美食家 有没有你心中第一名的市场 或是你喜欢的市场大概都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第一名的市场很难选 太多我都太喜欢了 都第一名并列 对 我是一个很博爱的人 我来讲讲 第一个让我觉得 我好想在旁边住下来 让我可以把这个市场彻底的逛 买它的菜 由我自己的厨房 煮菜的市场是威尼斯的市场 我也喜欢那里好多鱼 对 好多好多鱼 它的那些鱼真的是 看起来仿佛是刚从戏壶当中捞上来 这么新鲜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 蛮感动的是 那个市场 虽然威尼斯是一个观光城 对 可是你不是只有 几乎市场是少数让你感觉到 威尼斯是有生活的地方 还是有人住在那里 还是有人每天要去买鱼 买菜 然后回到他的家里 做一顿好吃的饭 给家人给自己吃 我在那里感受到 威尼斯作为一个观光城 所谓的观光美丽景点之外的那样子 就是我跟你讲生活感 我喜欢有生活感的地方 还有一点是因为 因为它的食物 它的菜 看起来不管是蔬菜也好 你也清零去过 知道那个鱼看起来也好 你就觉得说 哇这个做起来一定非常好吃 然后也发现了意大利的美感 你无法不承认 如果你是活在意大利的一个人 沃尼斯的一个人 你从小看到市场里面 可以把菜摆得这么好看 他们注意到颜色的搭配 真的哦 还有甚至连质地 或甚至连形状 他都会想说 我这个黄色的甜椒旁边 如果放一个长长的紫的茄子 是不是比较好看 我就觉得他们都会把这个想好 好这个其实就是美感的形成 你作为一个意大利的孩子 你从小跟这个大人去市场 看到这么美的东西 然后也我就会 我觉得会不知不觉的 会接受到那个美的教育 那这个是我心目当中 就是念念不忘的一个市场 也是因为我曾经我的工作关系 我曾经跑过所谓的娱乐新闻 与影剧新闻 每年都要去威尼斯宇展 每年都要去 好羡慕啊 就大概十四五天 也是因为这样子 有比较长的一个 长时间的接触 所以那个市场常常去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那可以说是 我爱逛市场的一个启蒙吧 那你现在爱逛的市场 通常会有哪一些特色 吸引你 他们的共通点是 你会想要去的 如果我其实如果在旅游的时候 我即便在我们台湾岛内旅游 我都一定会去当地的市场 因为有时候你会在当地市场 它的规模 会看出来这里的外流人口多不多 本地人口怎么样 你会看到它那个所谓的人口 你观察好入围哦 就很好玩嘛 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做市井的观察员 那我通常逛市场 我会选择离我家 因为那毕竟是对我来讲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通常会 我住在哪里 我就去逛的 我就会去那里的传统市场 那是买菜 可是我买菜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 我就是单纯去买菜 我会东看看西看看 然后我会观察一下 然后我会看哪一个店 哪一个摊 东西好 然后人又好 然后慢慢就会建立好关系 我自己就是觉得 我在市场上算是一个好客人 因为我很少讨价还价 如果去这一摊 我也发现说 它的价钱或者 所谓的比较不是那么老实 我下次不要去嘛 我一摊一摊市 所以就会建立掉 你就说有某几摊某几家 你觉得蛮好的 然后因为你是熟客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就是很有人情味 对 你是熟客 你又从来不还价 它会多给你一点 姜啊 葱啊 酒坑 甚至你去问他问题 像我很喜欢跟市场的摊贩聊天 说这个菜你怎么做 这个季节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聊 我觉得我真的在市井当中 学到好多东西 那我之前 我是13年夏天回台湾 2013年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我是住在台北的天母那一带 所以那时候我最喜欢去市东市场 那个市场我一直觉得 可能是台北最漂亮 甚至全台湾最好看的市场之一 有人说它是贵妇市场比较贵 我觉得那样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 是 因为我自己在市东市场买菜的菜价 跟我现在住在六丈林附近 去安居街市场 我花的钱并没有差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市东市场 它的确它的菜 好像菜价高了一点 可是它菜经过精挑细选 菜的品质很好 然后你在那边呢 因为它比较贵一点 你不会被诱惑去买太多的东西 你只买 我只买我需要的东西 不会三八五十块 两八五十块 我就多买了一把 所以其实总预算是差不多的 对 而且我的浪费比较少 就是因为我不会 因为便宜买了一大堆回家来 你知道结果后来 你放在蔬果柜里面 就乱掉了 对对对 因为我不太喜欢浪费粮食 我是朋友之间 非常有名的清冰箱的专家 那也要那个够有创意 还有够有厨艺 才能够懂得怎么样清冰箱 不过梁毅刚刚讲到 其实你在欧洲住了这么多年 并在回来台湾 当然台湾的市场 有台湾很特殊的气息 对 跟生命力 你会怎么样去比较台湾的市场 很特殊的地方 台湾的市场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台湾这个人的性格 刚刚庆林有讲了很热情 然后很不拘小节 然后也会看到比较多的讨价还价 因为这个是传统 会觉得你就是市场就要这样的 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乐趣 那我其实因为我住在欧洲13年 又常常居有 我自己有发现一点其实就是欧洲人一般来讲 即便你在所谓的南欧 那个理性还是超过于台湾 然后我觉得那个社会的秩序 还是比台湾要更讲求秩序 那可能是一种限制 可能也是一个既有正面 也有负面 你知道刀刃的两面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即便在欧洲 好比说荷兰 意大利 西班牙的传统市场 不是超市 但是也不容许你去捏东西 对啦 台湾的 我们最喜欢这样捏捏 要不买 然后在国外这是不允许的 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理性的观念 我觉得啦 就是说你如果每一个人都挑 自己要挑的东西 剩下那后面来的人 是不太 不是太不公平吗 对 而且你捏的一个这个东西 它很容易坏掉 这个损失是谁来负责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 现在比较好了 我们在市场上人很多的时候 虽然说 还是会争相寻求那个卖菜 赶快注意到 我赶快买了回家 在欧洲不行的 我有注意到 你去站在那个摊位前面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知道谁是最后一个来的 你自己要看看 自己摊位上有人 当有一个新来的人 而且他要插你的队 你没有真的在排队 你就说 我是 对不起你在我后面 那大部分人都接受 那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机会 在出国去市场的时候 可以观察一下 一些入境随俗 还有我们在台湾买菜的时候 我是因为可能在欧洲 待过的关系 我会跟那个卖菜的人打招呼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奇怪 你好 好热情的亚洲人 对 可是就是在欧洲养成的习惯 你就是要跟她 四目交接点头示意 就是微笑一下这样 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 这应该不是太坏的习惯吧 蛮好的习惯 而且你也很喜欢下厨 其实梁姨也是烧的一手好菜 你不只写说也能够烧的一手好菜 我最喜欢你形容下厨的一个注解 你觉得做菜的时候是一种修行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有这个体会的 很早很早 我在还没有结婚 单身一个人的时候 那时候住在台北 一个小公寓 在东区的一个小公寓 那时候我是在一个外商公司工作 招叫我上班族 可是我就发现我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外商公司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 那我晚上回家之后呢 虽然很晚我还会简单的做一个东西 因为我发现做菜这个事情 就我白天工作室很劳心的 还有一些复杂的状况 可是做菜是拥有 我刚刚我一直提到一个辜负 我觉得一条鱼永远是一条鱼 牛肉永远是牛肉 它不会突然变成猪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在我当时身处的环境 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瞬息万变 那个世界正好在急速的发展 台湾也在急速的发展当中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我无法预测 无从掌控的 所以你会有一种 瞬息之间什么天地变色 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那种 而且很多事情不可预测 可是做菜是一个多么让人安心的事情 我刚刚讲鱼就是鱼 那我作为一个烹者 我能够做到就是 我不要把这个鱼烧得太难吃 所以我就会去 不辜负这条鱼 不辜负这条鱼 这条鱼为我牺牲生命 你知道吗 可以给我美味 然后我就感觉说 所以而且 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是劳心 即便我后来做翻译跟写作 白天都是 因为你在做翻译跟做写作 尤其写作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写完的东西 明天你会不会喜欢 你可能就会觉得不行了 真的真的 可是当我结束了白天的工作 不管我在上班族的时候 还是我后来做写作的时候 我就会给自己 好比说五点半 我通常会 就比一般上班族要 五点半下班了 如果今天有点来不及 我就六点半下班 然后我就会进厨房去 开始洗洗切切 开始料理 然后我就发现说 当我专注于手上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白天那些工作上的杂丝 慢慢慢慢慢慢就随着夜色飘到窗外去 随着我手上这些动作 我就会觉得说 我开始专注于就是眼下 当下做菜这个事情 我如何把菜洗干净 我如何把菜切成它应该有的样子 让我容易入口 或什么菜我要配什么菜 那我就慢慢慢慢发现说 对我来讲这是 我所谓的修行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让我知道 我必须要专注 而且我可以很自然 不是我告诉自己 我是我很自然而然的 我就是只在意我眼前的这一刻 此时此刻 我觉得烹饪教我的就是 此时此刻你要如何面对它 而且真正激怒它 因为烧菜这个事情 有时候是不能够凑过一刻 你凑过一刻 你可能放蒜头在锅里面 你要爆香 你如果不专心的话 你烧衣不注意 那个蒜头一下就焦了 对 我就常常焦 你可能就是一心 所以有人是一心多用的人 就容易 那我其实也是倾向于一心多用的人 我只有在做菜这一刻 我到现在为止都是一心多用 可是我在做菜的时候 真的就是非常专心 对我来讲 这就是我所谓的修行 我活在当下 你有会觉得烦的时候吗 特别台湾的夏天 热得要命 煮了一餐饭出来的时候 已经自己累得满头大汗了 你有曾经任何一时半刻的 厌倦过做菜这件事吗 我还好 我这样子 我夏天时期却是那灰汗如雨来烧菜 我就会做一些不要那么灰汗的东西 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常做烤箱的东西 因为你把它整理好之后放到烤箱 你就不管它 或者做一些 你及早一次做一些卤的东西 红烧的东西 你只要那天吃饭的时候热一下 而且我如果说一个红烧肉来讲 我会做一个基本的红烧肉 在夏天的时候 可是我到接下来那一个礼拜当中 我会加进不同的料 有时候你可以加栗子进去 然后就会感觉变一道新菜去吃 对对对 然后你又不会累 然后而且因为你每次在做 就是我夏天在厨房是数战数绝 学到了学到了 有来是用这么聪明的方式 就可以不要让自己煮得那么累 然后满头大汗 就最后连食用也没有了 而且你做菜还有仪式感 听音乐 我真的是不晓得 我刚刚就是独生的时候吧 一个人独居在 我蛮早就 因为我父母那时候住在市郊 然后我住在市区工作的关系 我就那时候有自己的小公寓 可能就是因为有自己的小公寓 一个人单身做饭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需要一点什么东西吧 然后我从小喜欢听音乐 然后我听音乐有点杂 然后我就发现说 那我来听一个音乐吧 那一般人都说吃饭的时候听音乐 我觉得做菜的时候就要听音乐 因为那个音符可以 除了说让我 我不是说我专注在做菜 可是那个音符 会让整个氛围 会让我觉得我更享受 就是享受于做菜那个事情 后来我就发现说 听的音乐很重要 然后你今天假定说 是做一个 我随便讲热炒的东西 要听什么 做热炒的东西呢 你就要听一点比较澎湃 热情的东西 你甚至连那种比较 节奏比较轻快的 都可以 我不认为一定是做台菜 就一定要听台湾歌 不见得 可是我今天如果做的是红烧牛肉 我觉得我听一个布拉姆斯 也蛮好的 因为布拉姆斯的音乐是比较 像爱情一样 它是细火 慢吞 慢慢慢慢酝酿出来 真的耶 就很像烧牛肉 对 我就觉得很适合 我每次都 我以前都开玩笑讲说 你知道这世界上 很多事情是太玄了 说不定那个音符会掉到你的锅子里面 让它变好吃也不一定 起码我在做菜的时候 我可能心情跟这个音乐是符合的 又觉得音乐跟这个菜色是符合的 我做出来的菜可能比较好吃吧 哦 难怪 好想要尝尝它做的红烧牛肉 还可以 还可以 一定要有布拉姆斯来帮忙就可以了 那我下一次来放一下布拉姆斯音乐 看我烧的牛肉 会不会比较不会那么难以入口的感觉 可是你看 讲师讲得头头是道的你 其实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呢 大家如果看韩良一的书 就会知道 他小时候很偏识 我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妙了 因为它有一个转折点 我看了捧腹大笑 你咬你妈妈的珍珠 对 就咬出了味觉全开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真是太奇妙了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这一段 我觉得太好玩的童年旺识 我在今年22年的这一本 《家常好日子》当中 又写了这一段 因为你看事隔那么几十年过去 我印象还这么深刻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 极小的时候 我是一个偏食孩子 我们一家 我爸爸妈很好吃 我爸爸也很重视吃 偏偏生出了第三个女儿 什么都不吃 甜的不吃 然后大家觉得好吃 我都不吃 我只喜欢吃有点咸的东西 就是很挑很挑 我妈妈带我去看很多的医生 然后说这个小孩子 肚子没回虫啊 没事啊 讲话也很正常啊 也没有什么心理问题啊 可是我就是觉得不好吃 就不想吃 那然后有一天 那时候我大概是六岁七岁 已经会阅读了 已经练小学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当中 最爱漂亮的时候 比现在的我还爱漂亮 大家有经验都知道 小孩子在人生一个阶段 会爱漂亮爱到讨人厌 对对对 小女孩阶段 爱漂亮爱得不得了 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也在写在家常好日子当中 就是我妈妈有很多的珍珠项链 我妈喜欢珍珠 然后有一天 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讲说 你知道珍珠要真的 所谓的这个养珠 那时候都是养殖珍珠 不是那种塑胶的 她说你要怎么分辨 我妈就教我说 你要拿一颗珍珠 在你的牙齿上面这样轻轻的碰一碰 如果你的牙齿有觉得 那个珍珠有点沙沙的 那就是真的珍珠 然后有一天 我就又蹲到我妈的那个橱柜当中 我们家橱柜是可以走进去的 蹲到里面去 拿了我妈的首饰盒拿出来 我妈很多漂亮的首饰 然后我就打开那个首饰盒 看到有一串我妈的珍珠项链 那个线断了 就有几颗珍珠 就已经滑落到那个盒子的边缘 边角去了 我想说 我就不晓得我拿起来 我想说 妈妈说珍珠可以杀一杀 我就 是杀杀的 然后就把那珍珠放到嘴巴里 这样 觉得很好玩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 庆里我也不知道 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说 这个珍珠的颜色 长得很像我们家冰箱里面 那个butter 牛油 越看越像 那我说 那个之前我没有特别爱吃butter 可是也没有讨厌 那是属于我愿意吃的东西 有点甜 对 然后我就看那个珍珠长说 那我把这个珍珠拿去挖那个butter 会是什么样子啊 我就咚咚咚 就跑到我们家的冰箱前面 拿出来 就拿出了那一罐的那个奶油 就拿那个butter去 硬是挖了一口 然后就把那个连着奶油的那个珍珠 仰珠放到我嘴巴里面 让它在我的嘴巴里面滚动 好像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切切实实的感觉到 这个butter在我口中 口腔当中融化的那个美味 那个奶香 那个咸味 我突然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好吃喔 那真的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觉得说 怎么有东西这么好吃 这是什么多么美好的一个滋味啊 我就一直咬那个butter 就一直咬 一直喊 一直吃 我不记得我吃了多少 印象当中我吃了有 应该有快半盒左右 很可怕 你知道吗 很可怕 可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印象是 不会去 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那一天 几乎就是某种程度上 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的胃口大开 开始什么东西都吃了 以前我是绝对不喝那个 我牛奶只喝 一定要加巧克力 我开始连牛奶都愿意喝 我妈真的是 这个还是怎么回事 殊不知就是因为 我发现了一颗珍珠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说实话 我到目前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那颗珍珠 会跟奶油 把它会造成这么大的力量 可是我很感谢那一颗 那一颗让我的 就是我刚才讲食欲大开 我开始体会到味觉的美好滋味 当然也有后遗症啦 从此之后 我就开始什么东西都吃 就在短短几年当中 就一直到我小学毕业 我的外号变成叫小胖胖 就变成吃了太多垃圾食品的 一个小胖子 那你的 像你刚刚讲的 你以前不喝牛奶 珍珠之后 你胃口大开 有哪一些你绝不碰的东西 在那颗珍珠之后 它突然变成你的心喉好 太多了吧 就是因为之前什么都不吃 好比说 我以前很小的时候 我是不吃臭豆腐的 因为很多孩子不敢吃臭豆腐 还有我以前就很妙 我不爱吃糖 所有甜的东西我都不吃 就那一刻之后 因为其实在那个 芭蜜当中我除了尝到咸味之外 我也尝到了甜味 因为芭蜜有天生牛奶的那个甜味嘛 所以那一刻慢慢慢慢开始 我以前是不太吃零食的 我也不知道是是好是坏 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爱吃零食 我记得我最喜欢吃的是小圆饼 现在还有卖的那种 有点小苏打饼加那个小圆饼 那时候我会吃到非常非常多 但是以前我妈妈叫我吃 我都不吃的 那有没有你小时候很喜欢吃 长大之后觉得还好 在你的心目当中 它的地位变低的东西 因为像我们也会 就是长大以后口味会有一些改变 小时候很爱的东西 现在觉得还好 你完全没有这个经验吗 好像没有欸 我好像都是越来越喜欢 或者东西越来越吃 不过倒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我在去欧洲之前 2000年 2000年的秋天我搬到欧洲 在那之前 其实我常常往返于两地 跟我先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还有我因为之前工作 常常会到国外去 比较长时间 我始终不吃羊肉 我爸爸跟妈妈都很爱吃羊肉 可是我从小到大不吃羊肉 一吃就觉得很可怕 我只要沾上羊肉 即便是汤 人家涮火锅 如果那个汤里面涮过两片羊肉 一片我不知道 涮过两片 我就会觉得里面有羊味 就这么敏感 就是不愿意吃 你到现在还不吃吗 可是很妙的是 我在2000年到欧洲的时候 我不吃羊 我跟我先生去意大利旅行 去法国旅行 他们都很好的羊奶油 然后他们都叫我试试看 说这个太好了 我觉得好好吃欸 我觉得我都是不要不要不要我受不了 然后他们说这个羊肉 小羊肉有多好吃 我都吃一口 然后 所以我的印象当中就是 我刚到欧洲的时候 我还是所有的羊东西都不吃 然后隔了三年之后 在2003年 其实跟我妈妈那时候过世 有一次之后 有一次我去居游的时候 忽然觉得说 韩朗逸 你从小到大 这个什么东西都还愿意尝试一下 而且你是所谓的饮食作家 你怎么对羊肉就一直不肯接受呢 我要不要试试看 吃一口看看 也许我有变化了 可是我吃 对自己的身份好负责任喔 对对对 可是很妙的就是 可是那时候身边没有什么羊肉 也没有特别去定 我万一不敢吃 我不愿意浪费食物的 可是街头去那个居游的时候 在巴黎的乡下的市场 附近郊区的市场 有在试吃羊乳肉嘛 Goal cheese 我一次说 天啊 我错过了人间美味这么多年 这个怎么可以这么的滑顺好吃啊 怎么听你讲话 我觉得肚子好饿啊 然后我就 就说太好吃了 就买一大块 从此开始我喜欢吃羊乳肉 不只是Goal cheese 甚至Shepard就是绵羊的乳肉 我也觉得哇更好吃 既然你羊乳肉都吃了 有一天到了餐厅去 我想说那我可能敢吃羊肉 我就点了 一吃又想说 原来我错过了 又是那种错过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变得说 去餐厅如果看到 比如说牛排啦 羊排啦 猪排 鸡排 我可能会去选羊排 就是变成我很喜欢吃 哇地位大翻转的羊肉 就在你的心目当中 那你有没有到现在为止 敌死不虫的东西 就是不愿意吃的 有吗 我想想看 我曾经看过那个蝎子油炸的 我不敢说我敌死不虫 因为我在家常好像里面有写到 还是哪一本书里面有写到 不 你吃了两个 你有两次吃虫的经验 另外我也吃过土笋 土笋是厦门跟我们台湾 金门这里吃的 其实就是沙虫 海边的那个沙虫 我这两个吃过 那蟋蟀呢 我是吃一次就觉得够了 不是它不好吃 因为它其实吃起来脆脆的 像我是在云林那边吃到嘛 鸟松吧 那它们是会放地瓜下去油炸 其实说实话啦 理智上来讲 它吃起来也是甲克类的东西嘛 就像虾子就炸素素的 可是喔 因为它长得实在是有点像小强 所以我很难过这个心理观看 所以我那天那一大盘 我看到在地的朋友相亲 哇吃得那样津津有味 我吃了一口就告诉我 好良一你人生 你的人生解锁完成 好了 这个时候再把它锁起来 我就觉得够了 那那个沙虫呢 而且它也做成洞状 它也做成洞状 因为它没有小强的那个沼子吧 我觉得我如果再碰到 我还是会吃耶 那我想知道吃起来的滋味怎么样 因为我是在厦门 有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吃的 它其实是把那个沙虫啊 它很多胶脂嘛 它做成像洋菜洞一样 然后把它切块之后呢 夹了很多的佐料 所以你基本上你吃不出什么腥味 因为你在吃什么芥末酱啊 蒜啊 酱油啊 就吃起来夏天吃起来有点凉凉的 我下次预备去金门挑战 因为金门的沙虫啊 土笋 听说是直接清炒的 我要去吃那个清炒 才知道到底什么滋味 你真的是很敬业的饮食作家 什么都愿意尝尝看 独蝎子不行 我还是会怕 非常对自己的职业有道德跟负责任 可是你看你在那个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 对于吃东西的一个注解 就是你常在书里面 几乎每一本都会写到 引述这句话就是 实无定位 适口扯真 就是人家有的人背景文化就是吃虫 有的就是吃那些 我们看起来可能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那就是人家的文化 你不太会以一个 美食家的姿态自居 去告诉人家怎么样吃 才叫做有品味 因为那个品味是非常个人 主观的感受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吃东西 其实挑选的不是自己喜欢 是根据米其林评鉴 去吃东西的 我很想要知道你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都随便吧 这样讲 因为我前几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 我们都聊到了人的饮食的口味 其实是会变化 是 你的取向也会有变化 我们年轻的时候 包含我自己当中 我们就一直在追求 也不断的加法 那到了一定年纪 或者到了一定的历练之后 你就开始逐渐的减 我现在是已经步入减法 饮食的减法人生了 怎么讲呢 年轻的时候呢 刚开始出国 因为出差啊怎么样 我也会去追星啊 去米其林餐厅吃吃看 为什么人家有两颗心 为什么人家三颗心 为什么这一颗心 那我不容讳言的 这对于我来讲 其实是 我作为一个跟饮食相关的作家 这是一个养成的过程 那在那个当中 我一面吃就是 其实是有在思考 然后还有我除了吃之外 我很喜欢阅读 所以我其实看了很多相关的 饮食的文化跟历史的 食物的历史的书 那所以我除了吃之外 我觉得你要试吃懂吃 你还要知识 知道食物的来源跟风土跟历史 之理的相关 那我在慢慢慢慢吃到 你米其林吃到一定的程度 或是所谓的 fine dining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慢慢建立起说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说到底呢 我后来为什么会写 好吃不过家常菜 就是说我觉得最耐吃的 还是家常菜 那我也不会去认为 别人就不要去追求米其林 如果那个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乐趣 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个乐趣 只是后来我开始没有积极的追星 是因为我发现吃那些东西 不见得可以带给我那么多的感动 跟乐趣之后 我就放开来 还有一点不是针对米其林 而是各国的评价 尤其米其林一件是法国轮胎公司 当初为了旅游者而做的一个评价指南 他针对的是一个汽车旅行的旅游者 刚开始 现在当然是火车或者飞机的旅行 所以因为是一个旅游者的 我感觉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如果你到了欧洲国家 一直到法国 你要吃法国菜的时候 你跟着米其林走 尤其你不见得一定要追求三星 一星二星的都还可以 就是你踩雷的比率真的非常少 不太会踩雷 可是如果我举一例来讲 我曾经试过 你用米其林去吃所谓的中国菜 Chinese food 你就会比较失望 因为Chinese food 就是中国菜的一些准则原则 跟法国菜并不相同 跟米其林原则不同 所以你根据米其林的一个评断的标准 去评断中国菜 很可能对于像我们这样华人 台湾的读者或者顾客来讲 就觉得有落差 对对对 台湾觉得很棒的中国菜 我怎么吃起来觉得不三不四 其实我们根本不适口 对 就是不适口 那我感觉我所谓的适口者真 就我有一个特点 像我在餐 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 我从来不在桌上 评断这个菜好或坏 我心里是知道我喜或不喜欢 我不喜欢的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它不够好原因在哪里 可是我不会在桌旁讲 因为我可以看到有些朋友 是很高兴地在吃这个菜 很合他的胃口 我何苦在这边少大家的信 而且我不觉得好吃的东西 你可能觉得好吃 你觉得不好吃 我可能觉得好吃 我们大家彼此尊重 因为我觉得跟你不同的出生的家庭 或者教育都有关系 你很可能就是一个 一吃辣就觉得好难吃的人 那我偏偏喜欢吃辣 那我有什么资格来评断你 而且我通常要做评论的话 一定是私下好的朋友之间 或者我当我需要写一个什么评论的时候 事后我才会写 那我写的评论会 我从来不会说 我自己啦 对我自己的期许 我不会讲这家好不好吃 我会讲说 这家合不合胃口 合胃口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说它标榜的是一个道地的 我们随便讲意大利菜 或者是西南法的菜 它够不够格做到它所谓的道地 那这个道地 如果它声称它道地 我吃起来根本是非常台湾味的话 你就觉得我会指出来 这个台湾味 可是话又说回来 台湾味的西菜跟意大利菜就不好吃吗 是啊 未必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看我们台湾的意大利面料多丰富 是啊 意大利的意大利面都没有什么料 是 我每次都说 哦 我们今天去吃那个意大利肉羹面 对 讲得太好了 梁姨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每个人的口味 其实跟他的背景 跟他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其实是应该要被尊重的 当然我们也可能因为这个人吃什么 就知道他的来历 对 就像你引述了一个法国美食家这样的 告诉我你吃什么 我就知道你是谁 可是你吃的东西很多 变得很难评论 因为你看你原生家庭本来就已经是本土加外省 对 然后你现在又加西洋 因为你现在是有荷兰人 你变成是一个非常多样化 然后东西融合的一个 所谓的寒凉意餐桌吧 我蛮想知道 在你这个餐桌上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出场顺序 比方说什么节日一定要吃台湾菜 什么节日一定要吃外省菜 什么节日不要吃圣诞节 一定要吃西洋菜 会这样吗 其实会耶 真的喔 因为我觉得刚刚庆琳讲的这个 法国的美食家 萨瓦兰讲的这段话 其实最在家常餐桌上最看得出来 刚刚我爸爸是来自于江苏南通那一带 所以我父系那边的滋味 其实是比较江浙菜 或者正确讲就是江苏菜 甚至是上海菜 那我妈妈呢是高雄人 可是我阿嬷外婆是台南辅城人 那在我妈妈母系这边主要掌握那个味道的呢 是我阿嬷 所以我这个母系的滋味 其实是台南味比较多 可是我嫁给了一个荷兰人 然后欧洲人 然后我自己又满喜欢吃欧洲菜 我在意大利学过烹饪 我那时候太喜欢意大利了 跑去意大利学烹饪 所以我也喜欢意大利菜 然后我会做一点荷兰菜 然后我先生我讲一个 这是真实的笑话 这是痴情也是笑话 因为荷兰并不以传统美食文明 对啦 所以我跟我先生认识不很久之后 已经开始谈恋爱了 我先生有一天送我一本 英文的荷兰传统菜的食谱 这本书我知道你的工作 跟这个饮食有关 我送你这个 英文的荷兰菜食谱 有一个条件 永远不要做里面的菜给我吃 这是真的 我先是半开玩笑 后来我先生跟我解释说 他说因为传统的荷兰菜没有什么味道 那他自己反而更喜欢像印尼菜 因为荷兰曾经是殖民统治过印尼 他觉得印尼菜比较有滋味 他也觉得意大利菜比较好吃 也比较有滋味 总之所以在我家里的 一直到现在的家常的餐桌上 就是江苏的味道 台南的味道 跟我先生喜欢的不是传统的荷兰的味道 有啦有几样我们还会做 比较偏向于意大利的味道 那我在刚刚庆林讲 我其实在 好比说在过年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我们家的年菜是比较是江苏的味道 石香菜 石香菜一定会做 曾经有记者问我说 如果你要一道菜 可以代表你整个家族是什么菜 我说那就是石香菜了 从我从小吃到大 我每年过年都一定要做这个菜 它就是把十种素的料分开炒 处理之后呢 然后再合在一起 是一个凉菜 因为其实这跟这个 传统中华人这个过年的习俗有关 因为你知道除夕可以吃热的 可是大年初一初二是不举 尤其初一是不举 却要吃凉的东西 所以在除夕之前 就把这个石香菜做好 第二天就一样可以吃 不用烧火就可以吃这个菜 那我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 会带着 他们我们不会真的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切东西 在旁边看 帮忙做一点小事情 后来我妈妈走了之后 就是我爸爸带着我们的家里 请的这个帮佣 一起来做这个菜 后来又是我姐姐 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菜 我姐姐走了之后 每年过年做石香菜 变了我的责任 那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个菜留下来 起码如果在我之后 因为我没有小孩 在我之后如果没有人要做这个菜 我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每个人有他的自主意识 可是在我还在的一天 只要是过年 我一定要做这个 能够代表所谓寒家的这个石香菜 那这是我父系的滋味 可是每年一到清明节 我们要吃润饼 这是我阿嬷的 我阿嬷是那种凉的 其实又跟那个传统的 韩食节的习俗有关 因为清明节扫墓 其实是不是要带冷的东西去嘛 那我们家吃的润饼 我们叫润饼 不是润饼 润饼 对 台湾人应该是要这样说的 润饼 我们是各个菜也是冷的 分别炒好弄好之后呢 自己要小孩子要自己包润饼 我记得我阿嬷有教我们说 不要加两块皮 要一块皮才能吃的比较多 所以你从小就知道说 一块皮上面你要如何的去陈列 然后你不能太贪心 否则你会包破 我一直觉得吃润饼对于我来讲 是从小训练平衡的一个观念 训练不要贪心 还有你也对于烹调 因为我阿嬷吃的那个台南的润饼 是一定要加花生粉 还有很多的糖 对啊 花生粉里面一定要有糖 一定要糖 对 所以先要把那个铺上去 等于是隔绝那个水分上 才加东西 可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 我念大学才知道 虽然我是台北人 然后在台北长大 去这个朋友家 我记得那个时候 冬至的时候去朋友家 赫然发现 尾牙 尾牙去朋友大学同学家 他们怎么尾牙吃润饼 我还知道原来在台湾 北部人是尾牙吃润饼 而且他们吃的是湿的润饼 热的润饼 我那时候才发现 哦 原来南部跟北部人吃润饼 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说 从我吃润饼就会知道 我母亲那里 我有一半是台湾南部人 那我们的习惯 我们吃的润饼 基本上是从中国的泉州传过来吃法 所以可能 因为我阿嬷一直都这样做 她还是跟她的妈妈 什么这样一路学下来 很有可能我阿嬷 她是泉州的后裔 哦 那我阿公也是习惯这样的吃法 她说他们高雄 他们家里是这样吃 就是吃冷的干的 所以我阿公也有可能也是泉州后裔 我就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 让我从我吃润饼 从我吃十香菜 你就会知道说 哦 这个人很有可能有江浙人的背景 可是他有很强烈的 台湾南部人的这个背景 然后这个南部 又可能是200年前 从所谓唐山 泉州那里来台湾的 对 其实听梁毅讲自己寒家的食谱 真的可以看出来 你今天的工作 饮食 作家 其实真的是家学渊源来的 你看一家子 从祖辈到父辈到平辈手足 大家都是懂吃一足 而且大家也都很能够阅读 也能够写东西 都很馋了 哦 很馋是一种幸福耶 我现在觉得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你看你们都这么样的懂吃 所以你的书就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文风 就是你把家里有很多关于饮食的回忆 跟你自己对于饮食的理解跟考究 画成很棒的文字 但是把自己的感性回忆跟饮食情报 好 结合在一起 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写一些饮食书 其实那个受刺是蛮跟人家不同的 对 颇有自己的路 对 其实我人生很多事情 都是没有按照计划来的 我开始写作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是在媒体工作 那时候我一直在做记者 做编译 然后我常跟这些副刊的编辑 什么一起聊天 然后我每次都在讲吃什么 到哪里吃什么 听久之后他们就说 你不是也会写吗 你做编译做这么久 你文笔也OK 你把你直接讲的东西把它写出来嘛 我后来想想 他们是可能每次都觉得我很唠叨 在这吃东西 你跟这个直接写出来 让我们看就好了 你不要再急了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啊 我就来写一个饮食情报 我当初写第一篇所谓的饮食散文的时候 只是在台北近郊有一个 天母有一个店 它的cheesecake很好吃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做cheesecake 我想说我有写一篇东西讲 这家店的cheesecake好好吃 就是这是我主要的目的 可是我因为从小爱阅读 又是对食物背后的事情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决定我那篇要写 这家店的cheesecake很好吃 我也要讲一下 当时在台北台湾 大家还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cheesecake有什么哪几种口味 有什么不同的风格style 我要把它分门别类写出来 总之想科普一下 所谓的cheesecake 顺便把食谱也写出来 可是我就开始摊开稿 那真的是稿纸时代 不是打电脑时代 我这样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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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不知道为什么 就写到了在那个之前的冬天 我去德州 美国德州的奥斯汀 去探望我弟弟 我弟弟那时候在那边念功读博士 然后我弟弟是我们家小孩当中 唯一不做菜的人 他很好吃 可是他只会烧开水 烧开水可以泡面这样子 那他不做菜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初冬 有点冷了 然后我一到我弟弟 我弟弟去接我的时候 去机场接我就说 跟我讲说 明天早上他跟他太太都要去实验室 没有空帮我弄早餐 可是我已经帮你烤好了一个cheesecake 你可以当早餐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cheesecake 我就看我弟弟想说 这个家伙从前不是只会烧开水吗 我说你怎么会做啊 他说很简单啊 cheesecake的外包装都有那个食谱 我就按到cheesecake的外包装的食谱 来烤了一个cheesecake 我跟你讲 不愧是你有科学的 所以反正按食谱 他就在本宣科做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记得 我听到我弟弟跟他太太捏手捏脚出了房门的事情 他们做的是美国的那种有家眷的学生宿舍 一个二楼是有地暖的房子 我听到他们走掉的声音 我就起来 我起来就闻到了满市的咖啡香 我弟弟帮我煮好咖啡 然后我踏在 我视角踏在那个地暖的木板的地上呢 就往窗外一看 我弟弟正好刚下楼 他车停留有点远 他往他停的车里面去 然后我就转身到了冰箱 到冰箱打开了一看 果然有一个cheesecake 那个cheesecake呢 有一半是有点焦的 就有些是黄的有些是焦的 我就切了一片下来 然后端着喝了一口咖啡 端着那个cheesecake 我又到窗边看 我弟弟那时候跟他太太 已经走到他们的车边了 然后打开了车门 我就吃下了我的那一口cheesecake 在那一刻 看到我弟弟在你知道 德州冬天的寒风当中 看我弟弟进去 然后我在一个很温暖的 小小的学生宿舍当中 吃了那一口cheesecake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的人生吃过最好吃的cheesecake 就是那一口cheesecake 我好想鼓掌喔 因为我吃到的 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cheesecake 我从当中吃到 我弟弟原来这么爱我 我从小到大 因为我们年龄是最接近的 我们会小孩 你知道小孩子 很会吵架 会打架 我也会指责他 再会指责我之类什么的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 我觉得我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人生很大的一个福分 就是我们家有四个手足 四个手足感情真的非常好 那一刻我真的 所以我一写到这个事情 那个文章我本来要科普 要写饮食情报 变亲情 就变成一个亲情传闻了 那可是我也发现 我写完之后发现说 其实这样子的写作 把饮食跟情感或者回忆如何在一起 其实让我很舒服的一种写作的方式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写作这样子的散文 当我又写到什么意外与美食了 可是那样子的一个散文 一直到目前为止 都是让我在写完之后 我会觉得 好像你述说了你一点的情感 述说你的一些经验 也借此表达了你书 包括你文章当中 你提及那些人 你对他的情感 你对他的感恩 然后或者你对他的 已逝的或者还在的人 你把你的关系 跟他藉由一篇所谓的饮食散文理清楚了 那我希望也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 一定有的 因为像我们大家都很有共鸣 就是因为他太动人了 虽然每个人家里有不同的故事 有不同的味道 可是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除了很真挚之外 也包括了在这些真实的背后 你必须要用很好的文笔 把它表述出来 对 良益的文笔这么好 当然不只是因为当记者的关系 因为老实说 记者写东西蛮生硬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浅白很直白的 去表达很多事 可是因为那个情感的厚度 跟基础在那边 所以让你写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很动人的 食物很美味 然后形容的通通都很到位 你这么能写跟你很能读 应该是透不了关系吧 我很喜欢阅读 我一直 其实我人生最大福 我刚刚讲的是 兄弟姐妹 家人感情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喜欢阅读 这件事情 那这个喜欢阅读 跟我的妈妈 跟我的姐姐 大姐良路是脱离不了关系 因为我在家长好日子也有写到 我很小的时候 还不试字的时候 其实就有去书店 试字的时候 那去更多 因为我妈妈很爱阅读嘛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北投 我记得常常是星期六的时候 不是每个星期六 常常星期六 可能一个月一次吧 印象当中 我妈会带着我们跟我爸爸 一起到台北市西门町 那时候有个地方 叫中国书城 好奇怪喔 台北叫中国书城 我记得它在一个地下室 在西门町那时候 它有铁路旁边 那我妈妈就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门口 然后我爸爸就会去里头房 我爸爸没有那么爱阅读 然后我跟我姐姐 还有我弟弟 还有我妈妈就会走到地下室去 到地下室呢 我妈就解散 我们每个人都去 自己喜欢的那个专柜 那是像一个小型的书展那样子 每一个出版社 有她自己的这个专柜 我跟我弟弟 都是去郭瑞日报的那个专柜 我姐姐会去一些比较高级的 什么字文啊什么的 我们看不懂的书 心潮文库 我妈妈很爱去那个皇冠 这是真的 我妈妈喜欢去皇冠出版社 因为皇冠有很多小说跟散文 张爱玲啊 琼瑶都是皇冠出的嘛 那每次大概是40分钟 一个小时之后呢 我妈 我们就会集合 然后我们就会拿着自己要买的书 我跟我弟弟呢 要看了啦 我妈就会说 今天你可以买三本 今天买两本 我就说 这个是不是月底了 月底了可能就买比较少本 因为那个钱很多 就买多本 然后我妈就会 我跟我弟弟会拿一点 然后我们会按照次序 把最想买的前面的几本 放在上面 我妈说三本 我们就把三本冲出来 我们是一人三本 我不是一人一本 因为我跟我弟会分 我跟我弟这样两别 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妈妈让我 因为我妈妈觉得 小孩子喜欢看书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自己很爱看书 对 她自己从书当中 获很多的乐趣 我的妈妈是一个老师 然后我妈妈是不需要做家事的 因为职业妇女嘛 我爸爸那个时候 我爸爸有帮我 我妈上来帮忙 所以我从小 人家看妈妈 就要忙碌的身影 什么 踩缝衣车啦 厨房里面做菜啦 我妈妈也很忙 我妈都不是在踩缝衣车 不是在厨房 她忙着坐她的椅子上 躺在她床上看小说 所以我妈妈一下班回来 我妈就在那边看她的闲书 然后我妈这个习惯 然后我觉得说 那书一定有很多东西是有趣的吧 不然她怎么那么沉醉 她不那么爱看 然后因此我姐姐也很喜欢看书 那我有印象以来 我姐姐已经在看大人书的 然后我妈妈会 我姐姐是我们家比较早熟的一个 又很有主见 她说她要有自己的房间 我妈就给她一个念 我姐念初二初三开始 她就有自己的房间 那我还是跟我妈妈睡 所以我常常跑到 我姐姐的房间去搜她的书 而且我妈妈还帮她订了书架 因为我姐姐会自己去买书 然后就会从我姐的书架上去 找一些书下来看 有一些我妈也把她书放那里 那我就这样子呢 莫名其妙 她们也不管我看什么书 我长很大之后 有一次跟我妈讲 就说我小时候看那么多书 你从来没有干涉我看什么书 我觉得我妈啊 我从来不觉得我妈有智慧 知道那一刻 她说 哎呀一个人喜欢看什么书 你强迫她看 她不喜欢看书 你强迫她看也没有用 她喜欢读的书 她自然就会一直读下去 对 我何必指点你去看什么 不要看什么 你喜欢读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说你不怕会影响到所谓的成绩功课吗 我妈说我也没有管你 你一样也没有说成绩很烂 也没有那么前面 你成绩那么好 从来不用担心就是 我没有一直很前面 可是一直就是我妈觉得说 终上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父母 我很幸运是父母都是觉得 孩子要健康快乐就好了 那我刚讲了 我姐姐跟我妈妈的这个所谓的身教 让我觉得阅读一定很好玩 那我很幸运就是 她们从来不指点我读什么东西 我自己是慢慢慢慢去发觉 原来我喜欢读这个东西 我从阅读当中 获得太大太大的乐趣 所以我刚刚讲 这是我觉得我这辈子 一个很大的福分 对啊 所以你的生活里面 不能够没有书本 音乐跟电影 然后讲到了书 其实你还是有分的 因为我看你的书里面 有一句我也觉得很好笑 也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可能都会跟你很有共鸣 就是我很喜欢文学 但是要叫我看齐克国 沙特尼采 两页我就睡着走开了 这样 不用看两页 看一页都看不完 那现在呢 会反复说这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在讲什么 我怎么看不懂 可是很多人长大以后会改变 你呢? 我后来再看我还是没兴趣 我感觉我对人性多少是有排算 比较深刻的理解是跟阅读文学有关系 让我阅读到人性 因为你从小说当中的 或者是故事当中的一些人物 你其实我是会对应到我现实当中 我会想说 诶 这个人的 平常沙特尔红 这个人的一些反应 长辈啦 或平辈啦 的一些反应 一些奇怪的状态 诶 跟我看过什么东西 其实是不是有一个关系 哦 我虽然不是读什么哲学性的书 可是我也蛮喜欢读心理学的书 是 因为可能就是我对人性 对人是感到兴趣的 所以我会读心理学的书 那么而且因为 而且不同的小说 不同的文学 他常常在描述 我可能去过 可能永远不会去 或者是我曾经去过 或者我想去的一个世界 社会发生的事情 他让我的想象力 能够有一个寄托 我觉得人的想象力 其实是无穷尽的 对 可是如果你那个想象力 完全永无止境的 就一直这样子 辞呈的话 未必是一件好事 你需要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想象力 又能辞呈 又能 又不会变成是 没有任何的疆域 因为这有可能想象力 太过离谱的话 有可能 然后文学让我理解了不同 我所不可能接触到的世界的种种 这是我非常感谢阅读 非常感谢文学给我的力量 你心里面有特别钟爱的文学作品 或文学作家吗 我最喜欢的作家 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春上春树 那在更小的时候我蛮喜欢张爱玲 可是并不是张迷 我也喜欢中国大陆有一个作家 叫做王安逸 他是上海的一个作家 他可能又跟我父亲待过上海 我觉得这是私人的问题 然后以饮食文学来讲 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 他是 我一直觉得他是在华文写作当中 他的饮食的作品是 我一直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喜欢 文字不特别华丽 娓娓道来 可是字有深意 讲的都不是些多么炫技的东西 这是我非常敬仰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达到那样 看起来很淡 可是很有声音很有味 那西方来讲的话 其实因为我是念外文系的 所以我读很多的西方的东西 以现代小说家来讲 我以前最喜欢的西方的是 我喜欢一个叫John Irvin 他在80年代非常红 可是现在比较不知道 我也喜欢菲茨杰罗 在大学的时候会读 然后我喜欢一个英国小说家 叫Johnner Winterson 我后来有幸翻译他一本书 柳城不是唯一的水果 我非常非常 就是以现代的小说家来讲 我非常喜欢他 这几位大概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 你真的看了很多 然后今天我们也有请梁毅 推荐一两本心目当中的口袋书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样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我 其实就是我喜欢的书太多 我今天有两本 其实是因为一本是我 最近正在读的书 这是 《荒游医生》 这个书并不是那么有名 是今年 2022年的春天出的一本书 写作者是孙大强 他是当初跟他的弟弟孙大伟 知名的广告人 对 另外一位 是另外一位 他们两位是把麦当劳引进到台湾的 后来还带来了 Tea Dry Friday 所以有一个 有人说他是台湾西式或者素食或者麦当劳教父 是 这个Johnson John是我的老大哥 我们是朋友 那他今天出的这本书是一个回忆录 可是他回忆录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John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成功的人 他其实虽然是把Snoopy也是他代理来的 是喔 因为Snoopy对我影响太深了 我刚刚忘了讲 Snoopy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所谓的漫画语 是 我到现在都很爱Snoopy 那我认识John的时候 本来是因为他是麦当劳带来台湾 因为为什么我会看这本书呢 因为第一我是饮食作者 第二John是我的老大哥 那他送给我这本书 我看的时候 我前面看一看一看一看 就觉得说 喔 我觉得大哥很了不起的是 他没有自居为一个所谓的素食教父 因为虽然说把麦当劳带来台湾 对于台湾的饮食文化 其实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John甚至在他的书里面有 一点点不无后悔的提到 不是后悔 就是开玩笑的说 唉 台湾现在年轻人过重喔 跟麦当劳来台湾高油高脂 多多少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我们不能够会言 他带进了所谓的美国的素食文化 或美式的餐饮文化 TGI Friday 改变了台湾整个近三四十年来的 尤其在西式饮食上 对啦 可以这么说 我们突然很典范的在接受西方的饮食 对 那他写这个回忆录呢 是 因为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他是在抗战的 二次大战末年出生的 那他是父亲 他的祖父外祖父 都是国民党的大将将军 那他有过他所谓的漂泊的人生 他呢 从小到大 因为他在香港 在澳洲 后来到美国念书 他一直都是接受英语的教育 可是他坚持要用中文写作 因为他的父亲 他们的家族都说 你是一个华人 你一定要学会中文 所以他到老了 他其实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偶尔碰到不认得的字 或不知道怎么写 他要翻英汉字典 汉英字典 这样很有趣 那这个书中我刚刚讲 他不以成功者自居 虽然说他也不觉得 自己是所谓的什么 麦当劳教父 因为他有很诚实解释的麦当劳 后来为什么从他手上 必须要被麦当劳本国买回去 他毫不认为自己的所谓的这个 世人 他说因为负责人就是要负责 当时他虽然在某种情况下 有被麦当劳发生一些弊病 就是因为他自己监督不周 那他有承认 他有承认 还有他TGI Friday 他的亏损 他是说餐厅天天客满 可是他们事实上是没有赚钱 问题出在哪里 他都把它写出来 然后其实John最适合他 他后来现在是变成艺术家 画画 写作 然后还是写诗 那我觉得我们会看到说 一个在抗战末期出生 历经过60年代 他去美国的时候是甘乃迪时代 然后也讲到他念书的过程 作为华人 他们的这个家世 我看到了其实也是某种海外华人 或者说他这一代的 是我的老大跟年纪的一个 一个漂泊的一个历史 那我觉得这本《荒游一生》 他讲荒就是荒唐了在人生走的这一招 我觉得这本书是真的有比于大部分的自传 就是没有再美化自己 没有再强调自己的丰功伟业 他说自己其实这个亲近所谓的殿堂 这个庙堂之后 才发现自己从来不是那样子的人 那我觉得这本书 我还蛮推荐给大家看的 他永远就是 因为走在时代的太前面 在台湾没有人喝法国红酒的时候 他引进了那五大酒庄的 然后自己把他都喝过 几乎一半自己请朋友喝掉 他又讲荒唐 这本书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荒游一生》 《森大强的人生水笔》 这本书我觉得挺不错 蛮好看 《何不认真来悲伤》也是我认识的人 是我的学弟 郭强生老师 郭强生 我认识强生很久 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我一直到看这本书 因为之前他是写小说 比较有文学小说 也有青小说 现在是写文学小说 我从来不知道他有那么 他可以那么诚实地在人生中年之后 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家庭 以及自己身份的某种的不堪 他把它勇敢地写出来 他面对自己的悲伤 所以叫做《何不认真来悲伤》 这本书我一面看一面就不忍 我那时候才知道我的学弟 原来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小说家 其实是用他的人生的种种的悲伤换来的 那这本书得了很多奖 其实也不用我推荐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这本书 如果还没有看这本书的 这是一个 我觉得我今天选择的两本书 都是很简单 都是很诚实面对自己 生命中的好与坏 看与不看 那我喜欢 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诚实的写作 当然强盛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作家 所以他的书会很容易看 这个他从他的专栏后来结集 可是有经过一些修改 非常非常容易阅读 我觉得看完会非常感动 你会了解 有世界上有一部分跟你不一样的人 他们在想什么 他的人生发生什么 然后看完之后 如果你也觉得悲伤的话 其实你其实会有一个敌情的一个作用 而且你可能 你会悲伤的话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会同理的人 因为你看完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你可能就是 也许在培养下你的同理心 那我要很诚实地承认 其实访问郭强森老师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你这本书看了我 也变得很悲伤 是 因为可能你很能够去理解 来到中年的他 怎么样去回顾自己的人生 是 你看梁毅这么的会说 这么的会写 然后那么会同理 所以你可以看遍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风貌 就是你的书写当中除了饮食 其实邮寄是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我刚刚拿到了这一本 这个福生半日李斯本 看了我就是好想吃葡萄牙菜 也好想去葡萄牙 其实你之所以可以写这本书 你自己也讲了 是因为你有一些比较深刻的 居游的经验 旅游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但不是走马看华 居游有什么乐趣 因为你可以假装自己是当地人 过当地人的周末的日子 你不用付什么地价税 可是你要自己做饭 然后自己买菜 那个乐趣就在那里 因为像我这么喜欢逛市场的人 你知道逛市场 然后不能买东西 你只能买一个水果 橘子摸摸清饭 回去办店吃 对 然后你多没有乐趣 然后又像我这么好吃 然后我又蛮愿意做 蛮愿意实验的 所以我喜欢居游是因为 我喜欢在当地租一间房子 就是我去欧洲的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欧洲人是会这样做的 现在大家因为都知道 Airbnb的关系 我就刚去欧洲的时候 没有什么Airbnb 可是欧洲人已经很喜欢 这样子的一种假期 它其实原来的英文是自吹假期 Self Catherine 我那时候就是尝试过几次之后 在当地租一个普通的民房 住下来短折一个礼拜 多折半个月有时候会住到这样 三四个礼拜 像当地人一样过日子 可是是周末的日子 因为我们还是公文课 然后我会以当地那个房子 作为一个住家基地 旅游基地也是我当地的住居家 然后做一个辐射状的漫游 如果在大城市 你可以不用开车 坐公车 坐地铁 电车 到处去玩 那如果你是住在乡下 像我也住过乡下 你可能就要自驾了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 方圆一两百里 一百里 已经很多了 到处去玩一玩 那有时候你不想去 开车那么远的地方 就在你的住家附近 喝喝咖啡逛一逛 小店逛一逛 甚至就是准备好自己家里 准备好三明治什么东西 到附近有时候有一些河 公园 到那边去野餐 就体会到当地人 他的居家的日子 我觉得我很喜欢 而且你知道人很奇怪 意大利人说人是住所的延伸 果然你住在一个真正的房子 跟你住在再怎么好啊的hotel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知道你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 你出门的时候 你要记得关窗喔 关好 你要记得锁门 又很家常了 对 而且有些房子还有院子 你锁完了二门 你那个大门也要锁 你回家的时候反过来 开大门 开二门 把窗子打开 所有这些就是非常有一种 一种routine的工作 让你觉得 你更乍时 乍时之间你回到了家 而你那个地方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家的一个错觉 你对于你的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附近 好比说我曾经住过一个小村 我姐姐跟我一起居游过一次 她说很奇妙 你住在这房子里面 她说以前她住在hotel 也去过很多的乡下 很多地方 她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想了解我现在住的这个村庄 在历史实际上是怎么发展的 那次我姐姐跟我讲 我说对 因为就是你住到那个地方 那个小村 你会想知道 为什么这个小村 从中世纪以来就在这边 它的历史是什么 曾经有被什么人统治过 你就会很自然 就会你很想要了解这个地方 似乎我觉得 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 会比住在一个五星六星的hotel 你更能接到那个地气 感受到你周围的环境 这是我喜欢居游的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 另外就是我可能不是那种 我比较不喜欢走马看花 走马看花有它的乐趣 我不认为我就是比较好 可是我是一个 会不断地去一个地方 因为我喜欢那里 然后而且我不在意 好比我去巴黎 这么多次 十几二十次 我已经数不清了 我从来没有爬过巴黎天塔 真的吗 对 因为我觉得我远远看到它 就好了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对于所谓的名胜古迹 我有没有亲自走到那语气的事情 其实我是不是那么在意 不是因为我比较那种 而是我觉得我的时间也有限 我要排那么长的队去铁塔 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讲 那个吸引力不大 我宁可去公园看看别人在干嘛 看看小孩子骑脚踏车 还有在咖啡馆 偷听别人讲话 偷听别人讲话 没错 还有去市场买东西 逛市场 我都觉得这对我来讲 这乐趣 或者是在街上 你知道巷弄里面漫步 这比较合乎 就是跟吃东西一样 合我的口味 可是你的乐趣里面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妙的 你的旅游其实很有建设性 你有时候是去考察食物的吝食 你是去实地地踏查 请问你有什么实地踏查的结果 跟你预想当中 后来差距是十万八千里的吗 没有 没有耶 没有意外 行前功课做了好 因为我行前功课 其实都不是在做 我都是在 好比说我今天要去吃一个东西 我要去葡萄牙之前 我就会先去看葡萄牙的食物的 历史的书 或者是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我比较会选择历史的 历史性的东西来看 我可能不会记住细节 可是你知道你看一个国家的历史 然后你看它的地图 它旁边 或你看它的气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风土跟它的历史 对它的食物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那我觉得你对它的历史有理解 我讲葡萄牙来讲好了 葡萄牙的南部曾经被摩尔人 就阿拉伯人统治过很长一段时间 可是北部并没有 所以北部跟南部的食物就会形成 你就会知道南部的食物就受到比较多 阿拉伯人的影响 北部就比较没有 那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好吃的人 我先有这个一点的历史的一个基本知识 之后呢 我再去吃东西 我好像可以吃得更有趣一点 嗯 其实我觉得梁毅的所谓饮食书 饮食文章之所以好看也就在于这一点 就是我其实可以从你的书里面去知道食物的身世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书架上有这一本书 是你翻译的 好看的不得了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的一本书 除了各种食物的发源 甚至于这个食物如何从非洲被带到美洲 从欧洲被带到亚洲来 其实都有了非常详尽的描述 那我也蛮想知道 像你在翻译这种书的时候 因为作者的本身 他就是一个很博学多维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也上了一大课 是 这本书我当初会同意翻译 虽然它的稿酬很少 所以我觉得我要做一件对自己有意义 以及对这个我这么喜欢食物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当一面译的时候一面也心里觉得说 你也太掉书袋了吧 怎么这么多的典故啊什么的 有点难译的书 可是我译完成就感非常好非常强 译得很棒耶 谢谢 因为我从中吸收到很多的知识 然后一些观点 一些观念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那我觉得作为译者 其实是最幸运的人 尤其你一道是你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 因为你是第一个 而且因为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必须要很深的去思考 他为什么这么写 要去理解他的意思 所以我会记得比较清楚 那像食物的历史 我学到的就是说 因为他把帝国这个概念 放到食物的交流的这个观念当中 那我就会开始思考所谓的殖民地 因为我们台湾也曾经被殖民过 是是 荷兰啊 日本啊 就会从 比较从殖民地跟殖民文化 彼此之间的相互渲染 这个角度是我以前没有想到 尤其是在做台湾食物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交互渲染 还有说 因为我住在荷兰嘛 我们吃印尼菜 好比我举一个例子 荷兰人呢 荷兰人虽然是这个印尼的中主国 可是印尼菜却相反的影响了荷兰人 这个就是所谓在这个人类学 或者历史学上的一个 被殖民者的一个反渲染 那这个东西是我在以前 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 我没有想过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当我现在去到一个国家 吃一个东西 我就会思考说 葡萄牙这个菜当中 跟它曾经殖民过非洲的历史 有什么关系 他们引进来什么东西 他们吃米饭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阿拉伯 我觉得这很有趣 那你中心的吃得好有学问 就很好玩啊 像我吃那个威尼斯菜的时候 因为也读了历史才知道说 威尼斯作为一个意大利 可是他们不太吃 比较不吃pasta 吃很多米饭 也是因为它中世纪的时候的那个 中国世纪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一个城邦 然后是跟那个东地中海 阿拉伯人是有交易的 所以他们从那边制到了米饭 然后叫他们的 威尼斯那边的风土 其实是肥沃的冲击平原 可以种米 我觉得喔 所以外的威尼斯人 吃比较多的炖饭 比较不吃面 原来如此 又上了一课了 很好玩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会让你 最简单啦 其实说实际一点 作为一个好吃的观光客 你知道去问米饭 不要吃面啦 吃饭啦 原来 有有有有 我有叫炖饭 现在要回想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其实跟有学问的人聊天 真的觉得很棒 就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就好像是看了这一本书一样 所以良益其实你的旅游当中 吃啦 逛市场啦 做菜啦 了解人家的饮食跟背景文化 偷听别人讲话之外 你还会去逛书店 对 我很喜欢书店 就算是我连到葡萄牙 那个葡萄牙文我也看不懂 还需要去书店 还是要去书店 就去他们总会有英文的部门 会买一点 然后实在都是葡萄牙文 我起码可以买地图 我都觉得去书店应该买 对 你又爱看地图嘛 我爱看地图 会支持一下 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觉得爱书的人 都有一个 像我是比较招牙舞爪 可是我有比较沉浸的一面 当我们进去书店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个沉浸里面 会出来 爱书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气质 你去书店看到 在那边看书人 你都会会心一笑 我喜欢那样子的氛围 而且书店会让我 书店常常是 我觉得 这存在太多人类的历史 存在太多人类的文明的 凝聚的结晶 那个地方让我 常常让我觉得 就是一个 让我很愉快 会觉得说 好像作为一个人 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们有这么多的知识 可以吸收 那就算是娱乐性的文字 我图片 你也可以这么多的娱乐 可以享受 那当然跟 归结到 清凌刚刚有提到 跟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带我去书店 让我在里面 沉浸在我世界当中 所以那个魅力 在你的童年 就已经形成了 好 那书店是这样的 那阅读呢 因为我们名人书房阅读节目嘛 那这么会写 这么会读的 寒凉意又这么会吃的寒凉意 简单的一句话 形容阅读 我觉得阅读带我去了远方 这个远方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去 或者这个远方是我很像的 因为阅读 我才能够去到这些远方 谢谢梁亦 好棒 好有滋味的一集 谢谢 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 跟着她的书做菜很简单 是真很简单 谢谢 谢谢